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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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客厅我布置的时候其实也是挺费劲的 因为它长得跟那种常规的客厅的那种空间格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这种白色的五行沙发 然后搭了一些就比较简单的一些家具吧 然后进客厅的左手边呢是一台钢琴 然后这个钢琴是我住了大概三四个月之后才把它带回家的 那上面呢放了一些这种装饰画还有香薰等等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可能会在这边练练琴 但是因为现在工作很忙就练琴的时间也不会很久 我是就我的技术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每次练琴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米白色的一个真体沙发 这个沙发是品牌送给我的礼物 也是我最爱的家具之一 因为它整个这个沙发的怎么讲这个护线特别特别舒服 你不管是这样的坐着或者是平时可以这样 平时可以这样躺着也非常非常舒服 反正就是我感觉在这个沙发上我可以宅一整天 而且它拍照也是非常非常上镜的 总之呢这个沙发是我真的很喜欢 我感觉以后不管我搬去哪里这个沙发我都会带去哪里 那有一个镜子我平时的对镜子拍都是在这边拍的 它的拍照秘诀是你把镜子稍微调整 大概这样倾斜15到20度吧 拍出来腿会非常长看起来像尼米八完全不用拉腿 这棵树呢也是朋友送给我的 它名字叫农雪树 我觉得家里多一点绿植看起来会更加有生机 然后大家猜猜这个茶几多少钱 这个茶几呢是我在咸鱼上面淘到的一个小家具 它只要99块钱 我觉得跟我家里这个风格非常非常搭 然后整个也非常好看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鲁鱼设计 下面这个地铁呢是我去年在InfoM上被种草的 然后花了很长时间等它从摩洛哥海运过来 它都是摩洛哥手工制造的这种 所以它整个地毯感觉特别厚实 平时呢朋友来家里也可以一群人坐在这个地毯这边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我感觉这个尺寸很够大 但是真的很舒服也很好搭 那这个房子的面积大概是在110平米左右 我觉得一个人住是完全够了 然后整个这个房子的气质也非常满足我对上海生活的一个想象 平时我会没事的时候在家里办办公 然后拍拍照 出门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咖啡厅餐厅 然后好朋友呢也都住附近 我还认识了我们这栋楼住的一些邻居 觉得怎么讲呢 就是生活圈非常的小 但是联系非常的紧密 就感觉每天生活都充满了希望 我觉得这个房子带给我的真的不只是这样一个空间而已 所以哪怕它没有装好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 那等之后我再添置家具的话也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拜拜 接下来这个空间呢 就是我的厨房 我特别喜欢这个厨房 它虽然小 就是麻雀虽小五段巨旋吧 我觉得因为虽然我不太会烹饪 但是我觉得之后自己想要去努力学习学习 所以期待自己的厨具可以将这里点吧 我感觉到无法抓紧霸 如果记得三件绿吗 我地下轻转一条 那些巨旋 就会有空间 就会有空间 他曾经必须 可以忍杂 死自己的非洲 老子 我替代啊 那些小匹